今天我要來台北101吃 目前全台 號稱最貴的吃到飽餐廳 香二Joy 這是海鮮盤 蜜王蟹跟龍蝦 我們這裡羊蝦是孤獨的樂園 它用山的造型我覺得很特別 所以它這邊就是 燈光就有點海洋的造型 然後還有上面的設計 這就是海產的味道 海產的日式料理吃到飽 我好像目前就吃到這一家 它真的滿肥到炸裂 是真的炸裂 它整個腹部都是軟 是不是搶不到定位器撲撲啦 影片的結尾會教你開外掛喔 10點57 你看這些大門口這些人 我一到就想說大家在等什麼 因為他們在等101開門 在台北生活這麼久 我現在才知道 101竟然是11點開門 然後大家今天就來等什麼呢 我猜大家是來吃想Joy 因為它新開的 然後聽說它電話超難打 就剛好被翔哥打進去 好 有了有了 結果在幾樓 我不知道 我先去找Roy 在這邊報到 他們這邊上班的人好辛苦 他們都要冰冰有力 然後大家這樣子呢 他真懷念戴口罩的時期 因為戴口罩眼睛這樣 喔 專業的耶 來 再一次 那是竹筋肉 這是竹筋肉 哇 這麼漂亮喔 果然是一餐4千塊吃到飽喔 哇 它連給你錄作表都是燙金耶 一起的嗎 一起的 謝謝 好 這邊你好 哇 他們這是巴斯巴龍 你看它這個景色 很漂亮耶 今天天氣超好的 所以看得到這些景色 我們剛搭電機上來的時候 他小姐會先在裡面 就是講解一下 感謝你們來用餐 然後門一開 他就說那各位請現在大家聽拍照 稍等用餐 我們用餐時間其實是11點半 那有點糟 我不確定等一下能不能吃得下 現在大家應該是在對用餐 然後他們的服務員也都在stand by 他們超辛苦的喔 進來了 它的牛肉是 然後烤鴨 那鴨粉的在這裡 哇 這是海鮮盤耶 蜜王蟹跟龍蝦 還有鮑魚 哇 這裡也要當出了樂園喔 你要不要來一個呢 哇塞 你看排龍蝦的冷 冷潮 天蜗牛好吃可以進來 哇 鑫魚 好可愛喔 真的走在跳舞耶 牛舌在這裡已經不是重點 然後這是A5 和牛 紐約 烤鳳梨耶 這是烤鳳梨 真的特別 這個是什麼 這個的話是冷退機 然後它主要是 利用振動跟壓力的方式 均催群 這一區是海產的部分 所以它這邊就是 燈光就有點海洋的造型 然後還有上面的設計 山增海味 它用山的造型 我覺得很特別 壽司 壽司區 哇塞 你看 海鮮區 這個螃蟹蟹膏 哇 這看來超好吃的 這是麵包蟹 然後它這邊有蟹鹹可以用 豬腳來了 哇 哇 哇 差點漏掉這一個 在最邊邊的 蛤蜊 這包子有需要嗎 那一樣 謝謝 我們客氣滿有 好吃喜歡的可以再來 可以選擇嗎 好可愛喔 101造型的 它在提醒你查詢過敏耶 這是甜點 它的擺盤真的很美耶 精緻入獻 還有果汁 我拿著干貝 龍蝦 還有這個 麵包蟹喔 海鮮我絕對不會錯過 現在就來試試 嗯 嗯 它這個好新鮮喔 好超級挑 生蠔的 這個我給過 然後再來是滿滿的蟹膏 好好吃喔 很新鮮耶 很新鮮耶 啊 好爽 麵包蟹的蟹錢 煮 我覺得這個有來試吃 一五個就夠了 哇 妳時間都花在夾這個 直接上 喔喔好大 它蟹肉好大 你看小腳有這樣 太好吃這個時候了 真的好吃喔 它那麼蟹肉好甜喔 看一下這裡 鮑魚 而且還有烤過 就是有點焦焦的 很好吃耶 蠻新鮮的 菜汁的 我也要好吃 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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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香 超大汁的 耶 超大的 我只要玩食物了 我覺得應該有獅子巾 那我怎麼擦手 這個好吃 但是我可能會把胃留給其他食物 我覺得最厲害的菜是這個 海膽喔 它是海膽給的還蠻多的 我真的笑想海膽超久了 而且它給我松露耶 你看 我不如在那邊把這個海膽狂吃 直接吃回一本蒜 它不是松露耶 它那黑的是什麼 魚卵喔 那魚肉好新鮮喔 它這個是龍蝦嗎 好好吃喔 欸 這讓我真的推耶 這個 這個是啊 都給我去拿 我要吃這海膽 這就是海膽的味道 我覺得好好吃喔 它的海膽好甜 是新鮮的 不會有臭臭味 不好吃 我要去拿 它是不是咖啡 你雞 好酸喔 這我不行 這個不知道什麼 喝喝 這是調酒耶 它的邊邊還有灑 這是鹽巴嗎 裡面鹽巴 這是調酒 這杯可以 這杯清爽 而且現在用的是 黑尾 黑尾魚上 還有再加一點辣椒醬 還滿特別的 謝謝 哇 超爽啊 我剛剛去拿了這一盒 這比剛剛那個海膽還要更多 好吃 好香喔 海膽的日式料理吃到飽 我好像目前就吃到這一家 這個 這個好像很甜 好吃 嗯 它有鞋把妳看是不是 它現在用的時候 你又看到土地不甩了 你就直接跟它講說 你不要什麼 它就不會加 我餵它 吃這個 不知道可以對嗎 要怎麼吃 這樣子嗎 對 對這個氣味很好吃 太好吃了 它自己弄不怕的感覺 對 另外一件的握壽食 是和牛 喔 它這個 它這個很特別 會不會它給這個 帝王蟹講是生的 結果它還是有點炙燒 和牛 很好吃的 它和牛有點太油 我踩到第一個了 應該是它的和牛肉壽司 然後我剛剛點的這杯奶茶 它有點可惜 因為我覺得 普通的奶茶還要更普通一點 它就是 紅烏龍奶茶 現在還是手 平衣吧 好 慢慢的卸 這是什麼 帝王蟹嗎 給大家 對 他們吃的肉也很好吃 唉唷 這個 這個好難剝喔 如果要吃的人三絲啊 可是手都要下去 我就很不開心 還是這其實是他們的 拖延戰術 其實很好吃啦 可是這個 超麻煩的 你顧到我會很想生氣耶 好 再菜到 這個是 How to High蛋 我們要去的時候 這個可能很夯吧 被拿光了 我就看我看到 我拍子這樣寫 欸 海膽 我看海膽 我絕對不會放 我來試吃 太爽了 好拼上去 我超拼上去 我現在才拿著 這個都不知道是什麼的 我的粒 有 我看到沙了 沒有沙 有啊 其他的是 還滿乾淨的 就剛好沒吐沙的 被我拿到 吃吃吃 這部分好奇怪喔 我說不出來 那這什麼味道 有機會自己來試試看 說不出來 無法使用 好 我拿了一個螃蟹 又是麥麥的蟹膏 我沒有吃他們的生魚片 因為我覺得 生魚片我在其他的 吃到飽的料理都吃得到 所以 我在這 我沒有想要吃他們的生魚片 他們的蟹真的很新鮮 最好吃的 他們這邊的海鮮 真的都 很新鮮 他的烏魚子有加蘋果 水梨跟小黃瓜 他的表面也有烤過 他是屬於比較乾 然後內裡是新的 然後他裡面還有加一個是醋凍 好壯 可是我覺得小黃瓜的味道有點太多了 然後我剛剛去拿的 牛肉醬米 整片都是牛肉 他這個都很硬 他這個都很硬 有點太老了 我不要吃了 這是很普通的一個料理 然後牛舌 我猜應該也會很硬 牛舌很普通欸 好普喔 這個這道料理 他就很可惡 就有去他們那一邊 就是茶類的 他就有推薦說 你都吃什麼類的食物 就說我都吃海鮮 然後他就幫我用了一個茶 他說這個可以解膩 然後可以幫助吃一些東西的味道 提供這樣 這真的蠻解膩的 因為一直吃重複的東西 你真的需要解膩 才可以再吃下去 吃下去很多 然後他們這邊的用餐時間 真的還蠻強的 像我們11點半進來 他剛剛服務生說 我們可以五千到兩邊 OK 我要再去拿其他食物繼續吃 我要再找看看 用更好吃的食物 剛剛他們竟然送上了一個 這個生日的 這是Happy Birthday 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還蠻可愛的 還蠻可愛的 蠻有吃的 這是他提供的 欸我們超小一盤 來吃看看 我沒有想吃 欸我咬下去我都感覺到 脂肪的味道欸 這我不行 啊我剛剛去拿了一個很夠酥的食物 哈密瓜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好特別喔 他如果沒有哈密瓜的體味 他這個肉的味道好重 耶 我不喜歡 我喜歡哈密瓜而已 我現在來吃香芸 喔 好飽 我先看他的 腹部有沒有軟 哇有欸 這隻有欸 香芸就是要這樣啊 對不對 哇塞 欸很多欸 它是軟肥到炸裂 是這個炸裂 它整個腹部都是軟欸 你看到這個全部都是軟 我跟你講那邊好小的 你看 有沒有 真材實料的軟 這應該是懷孕十個月已經 要臨盆的魚了耶 有點可憐 媽媽何苦為難媽媽 真的耶 女人何苦耶 為難女人呢 然後簡潔師在檢查就想說 你這香魚這一步 你要拍多久 是要吃嗎 好了我要咬囉 有很多的 好厲害喔這個香魚 它也是有肉的 對 它的肉感覺 很好吃 這多個100分 我可能接著它破壞 就是這隻香魚的 這是蜂蜜直接挖的 這個很好吃 這也是冰淇淋配料區 然後這是冰淇淋 它有很多口味 我來試試看 它有百香果 好百香果喔 好酸喔 它這個檸檬的冰淇淋 很像沙瓦 好酸 可是它融化得好酸喔 可可的巧克力 還有這個 喔好苦喔 它就可能是現打的吧 所以它就很水 它的草莓味是 蠻香的 不是那種化學的草莓味 來看它蜂蜜 來看它蜂蜜 喔蜂蜜塊本身就很好吃欸 我拿了它的特色湯點 檸檬雪辣 它只有這個冰淇淋加一點清酒 它酒味好重喔 然後它是 它說這是包董茶的餅乾 喔好吃 這餅乾好脆喔 哇 咕咕咕咕咕咕 那它的側面 它這個檸檬台的奶酪好吃 它完全不會太甜 上面的那個葡萄 這應該是不清葡萄吧 它也是很新鮮好好吃 這個甜甜 推 好吃 讚 這道好吃 我推 然後還有這個 這道菜的搭牌 要現做的 它有淋蜂蜜 好酸喔 喜歡酸的人可能會很愛 可是我覺得 對我來說太酸了 然後它說他們這個愛玉 是每天他們員工會來熟悉的 愛玉不冰也沒味道 所以要搭配冰是不是 我這樣子的搭配可以嗎 給幾分 紅骨粿 用巧克力 這個 這個是我吃過目前 最貴的雞蛋糕 這是雞蛋糕 雞蛋糕怎麼多好吃 為什麼這裡會吃最紅骨粿 超好笑的呢 我不知道多久沒吃過紅骨粿 它好黏喔 那我來吃喔 紅豆的 紅豆很好吃 可是它外面的皮不好吃 還不錯的啦 可是我來這裡吃 黃骨粿只有我了啦 還有一個他們的甜點 巧克力 就不知道上面這是什麼 奶油 這看起來很可愛 喔 它是咖啡的耶 超好吃 可是奶油超級多 好 我現在吃完飯了 然後我就是分享一下 我這次來用餐的體驗跟一些想法 我知道這一餐就是 現在應該是目前最頂的吃到飽 我發現來這邊用餐是 但是大家的步調都是花這個錢 然後享受自己的用餐品質 所以這邊沒有一種真心恐後的感覺 我今天吃下來我最喜歡的餐點 應該是香乳 它那個軟熱是爆炸到我覺得有點誇張 下的食材的話 它的海鮮是真的非常新鮮的 然後我這邊有看到一些家長有帶小孩來用餐 開放的時候新聞就有講說 他們小孩來用餐這邊其實是要半家的 然後確實我們服務員是有這件事情 然後這邊用餐環境很舒適 然後它的座椅也很舒適 但是我覺得唯一的缺點就是 可能我比較愛吃海產吧 而且加上他們這邊提供的海產非常多 我覺得獅子巾 你可能要主動跟它要 不然你是找不到獅子巾的 就是那個用量還蠻大的 這次其實訂位的時候 我自己是打了很多通都打不進來 然後強哥就說那我覺得應該去吃看看 就好像打幾通就被它訂到 我想說你怎麼訂到的我都訂不到 然後剛吃飯結束的時候 我就問了一下他們這邊的服務員 現場有很多空位 那些空位是就是可以現場給現場後衛的人嗎 他說是可以的 他們一樓這邊大廳這邊是定位區 這邊可以現場訂位是當天的 然後如果還有想看類似的這種 影片開箱的話再跟我說 反正我是講實話嘛 好我是Zeno 下支影片見 掰掰 結果吃飯的 吃飯想盡的地點是101最高的這一棟的入口 我真的是太單純了 因為平常很少會逛101 所以我就直接想說 側邊可以進去吧 結果我通不到最高的這棟欸 所以我又再走出來 然後再繞最高的這棟 稍後不見 又是靠最高的 DJ 將被冇決定 所以我再幹一被 writing 下支部抗扇 就很大的脾氣 我看來我用了 一把這棟一個